最近在玩复古游戏的时候 发现了一款非常有趣的 异智小游戏 我相信大家也都会喜欢的 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它是一个PS1平台的游戏 非常老 打开以后就是这个 还有个警告 也不知道是啥 你也求成 今夜十二回合大战 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个游戏到底玩的啥呢 我们现在直接开始 首先就是选择人物 你别说这个还挺诡异的 就像如果变成黑白照片的话 就像一个灵堂 两个妹子 三个 四个 五个 我们这个 怎么有点腼腆 我们就选这个妹子开始吧 我们按 这个选择键 哦 这里有名字啊 河野李慧 然后这个底下的数据 T应该是身高 1米63啊 B是啥 DW是啥 H是啥 我猜应该是三维 就是对应的 三维对吧 那这个比有点大 90比较喜欢啊 点它 这个小姑娘有点腼腆啊 这个是啥 这个是啥 其实很简单啊 这是一个剪刀石头布的游戏啊 这三个按键呢 就代表着剪刀石头布啊 我们随便按一个 我们出了个剪刀 我们赢了 然后它会做什么呢 嗯 鼻跳过了 哎 兄弟 兄弟 你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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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啊 这个游戏大家明白了吧 就是一个剪刀石头布 哎 野球场在日本那边呢 可能就是剪刀石头布 这个意思的游戏 牛逼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接下去赢了会怎么样啊 哦 我们又赢了 哎呀 这优扬的音乐 他在做一些非常那么愉悦的事情 换个人换个人 换个人换个人 找个漂亮点的妹子吧 哎 没几个 这个红衣服的长什么样呢 这个叫做伊德树爱 我们赢了 这游戏也太进步了吧 再换个人 好好好 再换一个再换一个 不是有少一个吗 我们足够的看一看啊 卡住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再换个人 不对啊 不是说12个人物吗 怎么会我这个 五六个 查一下查一下 怎么回事 搞了半天了 原来它还有一个土星的SS版本 那个版本应该会更加的完整一点 我们现在同样是搞到了这款游戏 直接就是野球全 咱们这款机制是能够从FC游戏玩到PSP游戏的 基本上也不会卡 啊 土星啊 直接看一下是不是 哦 还是一样的 直接选人吧 嘿嘿 多了 多了这个妹子了 哦 而且这个翻页呢是有效果的 这个之前也没有啊 这个也没有 这个好像 这个也没有 这个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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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也有 好 我们来数一下是不是有12个人物啊 12345678910 11 12 终于搞到完整版本的了啊 好 我们先从第一位角色开始啊 哎哟 还有介绍呢 哎哟 这个好青春啊 你看 这个网球群 哎哟哟 哎哟 这邪妹一笑 出了 它这个方式呢也不一样啊 而且吧 咱们就是说这个画面是不能跳过的 你就要一直看它跳舞 虽然看它跳舞也没有问题 但是一直看 有点淘汰的 啊 我们赢了 啊 我们赢了 我们加续 还有欢呼的效果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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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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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好 再看一下另外的角色吧 哎 选它吧 KONNICHIWA OK 开始 LET'S GO 这个怎么像KTV里面的公主啊 兄弟 而且我们是不能够跳过的 哎呀 打个平手 再换个轮 哇 这个好像文艺小青年的样子啊 好睡 还有两个酒窝呢 就是这个舞蹈啊 跳得太水腥了 根本没有什么舞蹈心啊 好的就是这么一款简单游戏 就赢了之后咱们心情会愉悦一点 这个游戏我准备今天把它通关 通关是什么样的效果或者有什么样的奖励 我也不知道 对了问一下大家 这些女主你觉得长得怎么样 我觉得拿现眼光来看可能是没那么好看 没那么的完美对吧 毕竟现在的美女都是生活在滤镜下的 那20年前能够玩到这些游戏的男人们 应该是还是挺幸福的对吧 好的那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评论点赞关注哦 拜拜